好 還有六個生肖的朋友在螢光幕前面 等你繼續說那些刑吉避兇 霸殺 護身保命等 我們繼續說下去 因為有幾個生肖要小心聽 我們先說下去的馬 馬仔 馬仔只有天解 因為屬馬的你就是五公辣命 人安財山也何妨 百虎當頭枉自傷 災殺桑門今已犯 子貧即善保安康 提了你 即是說即善最重要保安康 那些錢銀的東西成財身外物 第一句就說 人安財山也何妨 叫你 沒錯沒錯沒錯 因為那些兇星 那些兇星真的挺兇的 在那個五公那裡出現 即是馬仔 那就在甲神龍年 就是有幾個不好的兇星 我現在說了 本年喪門 災殺入命 對公也有百虎當頭 愛遇碎破 天狗和入侵 所以幸好有解神 但解神 雖然是一顆大的解救之星 但始終的兇星是非常兇猛 那只是稍作緩衝 罵不敵眾 沒錯 所以我怕你們今年屬馬的朋友 就是小心自己財務的安排 還有就是不要花太多 即是可能要勒一勒的荷包 或者現在叫什麼 電話騙狼很厲害 電話騙狼很厲害 大家要小心 早知不必要的投資 虛擬的投資 沒錯 卡文真是說得很對的 虛擬的投資 大家就是要小心 現在的世界很亂 是的 非常之亂 大家要聰明一點 在這方面 為什麼呢 那些不漂亮的星 是會很容易影響了你有破財的東西 那也是提了你 最重要的是 我們盡量做一下善事 做多一些善事 我們平時 馬上回覆 不要因為我們有空星去做 即是我們平時盡量 我們很持久日常去做這些事情 好嗎 增加自己的福氣 那好吧 那師傅有什麼破解方法呢 那你就今年 即是說這個甲神農年呢 那就提議你在這個農曆年期間 我們多數都會去做的了 那你留意一下師傅 再遲一點的一些宣佈 那我就會 最好我提議你 就是在文昌圓壇作福 我們有個文昌壇 在文昌壇和你圓壇作福 那好了 那有什麼配套給馬仔呢 那你一定是要化白虎杀 要化白虎杀 要化白虎杀 先化白虎杀 沒錯 要化白虎杀 因為你對公有白虎杀 另外就是 我要再有給白虎杀 那他那裏有少少的程序 那我會有三條白虎杀 在神壇做法的時候幫你化 然後再給你回家 你在門口再化那三條白虎杀 那就可以幫你解白虎杀 好嗎 那另外就是 還有給你什麼 就是這個五雷的制殺符 和六淫千絲的護身保命符 給你的 那大致上就是這樣 好嗎 真的要做 是的 希望保你安康 好 那好了 那就跟著到羊仔 看看羊仔的星 有太陰和天月這兩顆大的貴人星 但是他不靚的星有灌索歐神和天殺 好 看看我們未功立命那裏怎樣說 好嗎 一輪明月正當頭 喜氣來臨又惡氣收 更有紫微來拱照 相前貫索也無首 那不用這麼害怕 因為為什麼呢 就是未功立命那裏就提到 因為你有這個天月和太陰這兩顆吉星護照 所以就不需要這麼害怕 那本年太陰入命 對公天德福星正照 三方紫微龍德拱湖 哇 所以就對於灌索和這個 這個什麼 歐皎 相前 和暴敗天 這些六害這些星呢 都能夠 可以一一化解 也無仇 是 那 就 因為 貫人星很強的 這兩顆星 這個無可否認 但是呢 雖然是這樣 我最好你都是在新年 都是作個福 作個福 希望能夠得到什麼呢 我就會提議你呢 是用這個太陰星君 去和你做這個祈福 太陰涼涼涼 去助你 去扶持你 去過渡這些 雖然好中藏空 大家要明白 是 其實呢 是吉中藏空的 你不要這樣去什麼 放開自己的懷抱 什麼都不用怕 不要這樣去想 不要這樣去想 所以為什麼我說 祈福在新年很厲害 拿那個彩頭 拿那個祈福 天神對你的加持是這麼厲害呢 有時候就冥冥中 就是 起神去幫你破 帶你去順利過渡那個空險 所以呢 就是這一點 大家一定要拿這個賽頭 用太陰星君 出這個神牌 就幫你做個平安的福位 在這個農年呢 就是平平平平平平 開心心過去 好不好 OK 那當然了 裡面也有很多餡的了 是不是 那有些什麼啊 師傅 哎呀 我要有一件事情 提一提 對不起 我要補充 我看到啊 是不是羊之中呢 好像有兩個年份 1991年 是的 1991年和什麼 3 31年 1931年和1991年 1931年的朋友已經92歲了 我說了就說了 他也是比較近一點的新美年 新美年 為什麼我要提提各位呢 就是新美年呢 是這個太歲壓制主 是 變成呢 他也是屬於刑太歲的 是 變成呢 1991年那些的朋友 現在說是1991 你不是1991和1931就不用怕了 你就不需要做這個的刑太歲 OK 你們一定是要聽著 化太歲 要化太歲 要化太歲 那就看一下 羊女 那就是照在這個太歲星 在這個太歲星君那裡 還有用太歲星君的護照 和太陽星君的護照 和你出神牌 嗯 做這個平安福位的 去做 和你做作福的 那裡面呢 也都是 我們會和你 是 準備什麼呢 才會幫你準備 露人先知的保護身保命符 有五雷己制殺符 這樣的 那 就 你攜帶 那希望你周年妄伤 是的 那就平平安安安 平安過渡了 那些 刑怕碎的事情 就可以迎接 他剛才說的那些福 那我就補充一點 如果你真的 和師母報名 你是1991年的 男子或者女子 那我會再和你 是祭埋伯虎的 因為在找神聖 是 因為你太歲下祭主 那就很多麻煩的事情會出現 還有千萬不要探病問喪 OK 1991年 羊仔羊女的你 不要做探病問喪 是 謹記謹記 OK OK 接著 好了 就下個了 猴子 猴子 很快 OK 猴子 好 我先看一看 猴子 猴子 先看 他有三台星 但是下面有五鬼官符地獸 好 那我就看一下 這個新功立命怎麼說 好嗎 好了 朝前直 剔 暴君之 五鬼官符入命時 嗯 狗肺 披頭金有兆 哎呀 真是窄窄 蘇眉 火及 鶴何詞 本年 命大五鬼 官符 對公 亦有天狗 這個 吊客 三方八虎 哎呀 披頭劍鋒 三營來相侵 那就變成真是窄窄地了 那有三台銅毯 雖然有三台銅毯 但是呢 還有一個 雖然有三台銅毯 將星華蓋 胡偉 亦難為 哎呀 陰公 亦難為力啊 OK 就是說呢 他的力量是不夠幫他發解這些空空的星 那可能是對沖到一點點啦 嗯 那變成呢 如果是屬猴子的你啦 那你就是 明年呢 就是 要小心點啦 就不要 做那麼多 做那麼多 這個 水上的活動 哦 還有一些是攀爬性的活動 那我就恐防你容易在那裏做到一些損傷 意外的事 那你 還有要謹慎為上 嗯 駕駛的你也是 或者駕駛駛駛的司機們呢 都是要小心翼翼的 好嗎 明年 提高警覺 那呢 就 offer你呢 就在文昌圓潭那裏作福 好嗎 文昌圓潭作福 那為什麼呢 知道嗎 提升你的醒目性 是啊是啊 醒目點 那些真的 太過自己 量力而為 極限運動的事情 真的真的 是的 Carmen說得對的 好嗎 好像經常都聽到那些行山那些 哎呀 這樣的天氣就沒鬼行 嘛 沒錯 為什麼呢 它有誤鬼 誤鬼 那這些是一些 經常都會搞到你周身不舒服 或者是有些 有些 有些 大家都知道我說什麼 好嗎 那變成了呢 師傅也都會出這個 除了是文昌圓潭和你作福呢 就是文昌星君呢 去和你作福呢 祈福文昌星君 去和你作福呢 護持你 在未來一年啊 那希望你大家大窗 那也都是需要有 路人千絲的護身保命符 有五雷石殺褲 讓你幫著自己的 嗯 ok 好了 接下來什麼新鞘呢 下個就是雞 雞 雞呢 雞呢 雞先看一看 雞它有 有月得地解和堂父这几个吉星 但是空星都不一样 好,那看看他怎样说 好了,有功难名 那他怎样说呢? 红颜美貌,似堪连 随之,分心,枉自軒 圈以莫贪花酒趣 权利莫贪花酒趣 当头月得,赵青年 是呀,熟鸡那些 我不喝酒 你不喝酒吗? 是喝茶的 就是熟鸡那些男孩女孩 就不要流离花烟之地 是吗?是这个意思吗? 是的,没错 不是,政府又说搞一个什么 烟花之地 不是什么 你说到反过来的 不是那些吗? 你去说花烟,我想想想,烟花 烟花之地 是吗?是吗? 是,说错了 但是政府搞那些野兵兵 那怎样?熟鸡那些不要去 也不是这么说的 那就是不要喝醉酒 说得明白了 就是不要去那些地方就不要喝酒 不要搞那么晚了 Disco那些 正当的Disco 可以吗? 正当的 正当的Cup 算了,去吃宵夜算了 吃宵夜算了 烤烤肉那些就算了 是的 好,是的,没错 我们不如这样,我们真的呼吁一下网友 我们都支持一下 我们不是说是否支持政府的 就是我们支持我们本土经济 本土经济 我们本土香港人 香港本身是很好玩的 我们说真的 我们其实美食在哪里? 我们美食其实在猪肠粉,鱼蛋,猪皮 是吗?我想说 是吗?阿妹? 我想说调底辣辣的 也可以啊 不是,也是好吃的 刚刚才 那还有什么?还有,大家一起算 鸡蛋仔 鸡蛋仔 还有我们什么?牛杂、猪杂 刚刚才 牛杂,剪一下剪一下那些 煎样三宝 煎样三宝 炸炸煎煎的东西 是不是? 为什么 什么意思?我们就是要这些 是不是?我们不要什么大围的东西 是不是?我们就是要祸器的 我们带到祸器炒炒炒 那你给我们买的东西就行了 是不是? 我都明白是小贩 因为就有个安全的问题 安全问题 但是其实我们看回台北 台北夜市那些都是 好像小贩那样 但是其实人家做得很好的 很好 那个车仔是做得很好的 是有安全的东西 我们和阿师母去新台湾 我们都去夜市 是啊,我也去 一定去扫街 我也是 好,那大家帮个手 我们香港人帮助自己香港人 一定可以 香港是北夜城的 没错 可以做得好的 我们一定会打出一片光明 好,那我们刚才在说 刚才在说鸡仔 那我们先说回鸡仔 如果鸡仔呢,就是这样的 可以怎么办呢?除了去少点野街之外 因为好像 因为他怎样呢? 他真是 还有什么呢? 他说虽然就是有粤德 地界 在这个命功里面 但是又 又逢天德福星太阳 天起 拱照 那是对的 这几粒吉星 很有力量的 但是里面液带有什么呢? 桃花对公是桃花 是桃花 有陆害 OK 还有病符 还有三方孤神寡宿 这些最怕这些 我告诉你 就是说你呢 都是多受善感 今年 很容易自己躲起 情绪病又来了 那变成我们开心点 好吗? 我跟大家网友说 现在很多人打电话来求助 真是精神出了问题 是 我不是说他精神病也出了问题 精神压力 压力 当时病 这段时间很陷阱 那变成我们就去 多看多些太阳 我们出去打球 三五之几 我们是 好像刚才卡文说 我们不一定是 很大量的酒 是吗? 是呀 我们浅尝一点的酒 或者喝一点啤酒 然后喝一点 没有酒精类的 喝什么都可以 本身酒精是不会 打给你开心 不过三五之几 一起聊天 开心的嘛 舒缓了 舒解是对你也好 很有利 但是熟悉的你 就因为 始终都是 人家都警告你 物贪花暖酒 好 这件事 就 好了 OK 那师傅不说多了 打青年人 师傅不说多了 可以怎么做 师傅 你自己看回 师傅上的几集 关于 鸡仔鸡女那些 讲了 那些什么 吉星空星那些 自己配导 如果这样 师傅提供你 太阳星君 文昌星君那里作福 嗯 给自己省省省省 干望要射 那在两位星君那里作平安福 嗯 那有些什么需要帮手 给你配套呢 都是陆寅师傅 护心保命符 还有五雷瑟瑟瑟瑟 OK 好吗 那就记得了 嗯 登登登 都都 登登登 到狗了 到狗仔了 有没有朋友是狗仔 我想不到 想不到 狗仔就因为明年 就是夹晨农年 也是一个对冲的 也是冲太衰 那师傅经常都说 这样碰撞为冲 那你的打击是最大的 那就是要小心听着 那好了 那这个 率弓 勒命 他是怎样说呢 就是 兰江大豪 两相前 亦马康扶 亦枉延 太岁当头 而 土治 人安盛此 息金钱 本年命犯 这个岁破 大号兰江 那外有血因 浮沉 再杀剑锋 哎呀 我都不想读下去了 好像每一粒字都出事 那即有解神 翼马 康扶 其空性 翼蓝化解 那所以呢 就 所以呢 师傅非常之担心你 除了你一定要小心 驾车 如果你是驾车的你 还有呢 就是小心 那 就是 交通的 路面情况 嗯 那我就怕你是真的 有血干之灾 那 还有呢 就很容易 就个人很动作 很冲动 嗯 那你真是 也都会很容易 会破财 这几个空性 会连累到你 会破财的那些东西 所以你一定是要来化泰瑞 没得谈 化泰瑞 还有做那个化财 前子 还有剂白负 没得谈 这几个步骤 一定要做足 嗯 接着呢 就是帮你呢 在这个泰瑞 马前将军那里作风 嗯 说要出道马前将军 那就是说呢 就是用武力压制 嗯 那呢 祈求呢 在未来的一年呢 能够帮你 迎急避空 凤空化吉的 知道吗 那呢 就有什么配套给狗仔 有泰瑞符 嗯 有泰瑞符 那要制白负 要听着要制白负 那还有路人先知 护身保命负 还有五类制失负 你也要配戴这些 好吗 那法事就在神坛这里做 OK 那什么时间做呢 那我们稍后会宣布的 好吗 那多数有一部分呢 会在人日 那人日之前 立冬之后 我们都会做的了 好 也都会帮一些 记住啦 熟狗的 就是今年立冬 是 12月 22 那我就会做的了 OK 最后一个 吹我 卡文有点吹 猪仔猪女 好 猪仔猪女 是啊 卡文怎么样 看一下先 这个害公立命的说什么 三阳混制 换得辉 冤着天书 朱降止泥 那吉耀三方 就归拱位 毛姜石福 要摧毅 那本年呢 有梓梅隆德 守命 对公仲有太阳天起正照 三方有得太阳拱位 虽然有这个暴霸天 在这个公位里面 那也不足为患 那虽然是这么说 那大家都要小心点 那就是 但是也会提到呢 是丁材两旺的 你今年 嗯 哇 不错 其实我觉得呢 总括来说是 诸不错 哦 如果这样计算一下 那就是可喜可可 但是呢 就是 始终他都是有那几粒吉星 大家不可以不理的 那师傅提供你 太阳和太阴星君 和文昌星君 出这三位臣子 去和你做祈福 好吗 那也是有刚才以上师傅说的 鹿林先师的保命符 和五雷祭扎符 给你携带 那就是希望你周年皇上 和平安过渡 OK 那是喜尚隔禧 哦 那挺好啊 结婚生子 这个 我听到他有纸眉 都是结婚生子的 你不停看 你是不是猪来的 我不是啊 我就是不是 我想谁是猪呢 好啦 那就好 待会我们还有少许秘密 和大家说 竟然 我不知道 有啊 你知道的 那好 OK 待会见 1 哦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